女朋友柳如烟嫌我太粘人 把我送进接链锁 遭受非人折磨的我 听从了教官的话 患上了孔女症 柳如烟对这一效果很满意 她欣慰地说 真应该早点把你送进去 可当她看到我满身伤痕 她才明白她错了 跪着求我原谅 十一月底的江北 冷得出奇 我搓着胳膊 紧盯着野狗面前的肉骨头 已经不记得自己饿了多久 我只知道 今天如果再没东西吃 就会死 忽然 有人挡在我身前 几薄 答 你可以出去了 随后 我就被人从地上捞起来 泡上洗得发白的校服 带去了院长办公室 屋里 柳如烟和叶汉宇正坐在沙发上 悠闲喝着咖啡 咖啡的香气让我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在戒恋所待了三月 我瘦了二十斤 丑得就像个骷髅 身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伤痕 虚弱地看起来就像癌症晚期的病人 柳如烟似乎也被我这副样子惊叨 盯着我瘦脱向的脸和贴头皮的短发 愣了好一会 但很快又恢复了对我一贯的刻薄 丑死了 是啊 以前他说喜欢我瘦一点 我一米八的大哥 愣是瘦到不足一百三十斤 后来在戒恋所 医生说我纠缠柳如烟 将我剃成光头 不给我吃饭 如今的我 恐怕也就看看一百斤出头的样子吧 叶汉宇听了柳如烟的话 脸上不露痕迹地闪过一丝笑意 他上下扫视我一眼 眼里露出轻视和满意 柳如烟不关心我为什么变得这样 他只关心自己的感受 他站起来 丢下一句走了 就牵着叶汉宇的手率先离开 我急忙跟在他们的后面 但却不敢离他们太近 担心引起柳如烟的反感 我跟着他们来到了一辆黑色兵力面前 等他们两个都上车之后 我才靠近车 正想打开车门 却发现车门已经锁了 后车窗摇了下来 柳如烟那张冷艳高傲的毛子冷冷看着我 我不想你和汉宇坐同一辆车 你自己走回去 柳如烟身边的叶汉宇笑得得意 他并不是在商量 只是下一个通知 车窗合上 车很快就开走了 我身无分文 只能在太阳下徒步走回柳家 我知道柳如烟恨我 因为我的母亲是小三 三十年前 母亲贤贫爱父 抛弃父亲 和我抢了柳如烟母亲柳太太的位置 柳如烟母亲就此出国 从此和柳如烟再也没有见过面 三年前 父亲生病去世 临走前他让我去找母亲 柳伯父怕面上无光 让我进了柳家 母亲恨我 让他丢人 背地常常折磨我 那时我刚进柳家 只有柳如烟对我好 所以我一颗心都落在他身上 我经常跟在他身后 被人骂天狗也不在乎 因为我想抓住唯一对我好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 他只是想通过伤害我来报复母亲 但他不知道 母亲也恨不得我去死 母亲说得对 我就是个灾心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人会真心爱我 在戒恋锁里 医生每日毒打我 警告我别妄想柳如烟 别和叶汉宇作对 他们的毒打让我听话知错了 柳家和戒恋锁距离很远 走回柳家时 已经天黑了 我顶着一身捍卫和狼狈走进了柳家 柳家的大厅很热闹 张灯结彩 人来人往 我就像个乞丐一样落魄 站在富贵的大厅 格格不入 大厅很多人欢声笑语 都是叶汉宇和柳如烟的朋友 他们的谈笑声一见到我 顿时停了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厌恶和嫌弃 这个神经病怎么出来了 今天可是柳如烟特意为汉宇办的生日宴 真是晦气 毕竟是甜狗 看到柳如烟和叶汉宇在一起 不得巴巴跟爱 而柳如烟和叶汉宇站在人群中 一个礼服精致 一个西装鼻挺 两人都高高在上地看着我 我难堪地用手遮住破了一个洞的衣板 站在人群里 手足无措地看向柳如烟 他凝着眉 一脸不耐烦 你怎么在这 我一颗心顿时提了起来 忍不住发抖 害怕惹他不开心 将我重新关进接链锁 对 对不起 我这就走 我走了一天 已经没有力气 但我只能强撑着离开 叶汉宇快步向我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狡猾的笑意 我答 欢迎你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他将手伸向我 我一惊 脑海瞬间出现那些医生举手打我的回忆 我下意识拍开他的手 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 我顿时吓得不知所措 惨白着脸看向柳如烟 唯恐他生气 柳如烟快步走来 看着叶汉宇通红的手背 一脸愤怒瞪着我 你这么恶毒的人 果然就该一辈子待在医院里 对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看着柳如烟生气的脸 急忙道歉 我不能再回接链锁 那个地狱太痛了 就算是死 也比被关进接链锁每天折磨好 周围的人都在安慰叶汉宇 叶汉宇骂我白眼狼 不失好人心 不知道谁从后边推了我一下 我一下摔在柳如烟和叶汉宇的脚边 我的凄惨模样顿时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舔狗变成丧家犬了 哈哈 我不不上自己摔破的手掌 脚崴了站不起来 耳边都是他们的嘲笑谩骂 被骂又怎样 只要柳如烟可以消气 不送我回接链锁就行 我狼狈趴在地上 朝柳如烟和叶汉宇不停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柳如烟看着以前总是坚持追在他身后的人 变成这样 一脸复杂 他抬脚向我走了一步 旁边的叶汉宇看了 立刻蹲下来扶起我 好了柳如烟 我原谅你 毕竟你生病了也没办法吗 他说完还轻易地摸了摸柳如烟的脑袋 今天是我生日 你就别生气了 柳如烟也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太在乎你了 才会嫉妒我 柳如烟听完叶汉宇的话 脸色又变回那副邪恶的模样 滚出去 看见你就恶心 我顿时如蒙大射 顾不上脚伤快速离开 我一直跑到看不见柳家了 才放心停下 脚踝钻心的痛 我拉起裤腿一看 发现脚脖子已经糟糕肿起 这一整天我都没有吃饭 胃已经饿到灼痛 可我没有钱 我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一个水龙头 拼命往肚子里灌水 在接链锁挨饿的时候 我都是这么解决的 你需要帮助吗 耳边突然响起一道轻烈的声音 我扭头看去 是一个知性的女人 她挽着一头棕色长发 看起来很温柔 她得知我饿了 带我到了一家饭店 为我点了一些清淡的食物 看我狼吞虎咽 她也没有露出嫌弃的表情 在我吃饭的时候 她还去买了药 替我处理脚伤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窘迫 没有问我的遭遇 只是告诉我 她叫陆欣颖 是今年Q大的新生 我吃饭的手蹲了一下 Q大是我做梦都想去的学校 我忍不住想 要是当初我没有因为叶汉宇 撕碎我的高考之约 就气得打她一拳 是不是就不会被柳如烟关起来 就可以去参加高考了 只要考上大学 我就能离开柳家 但一切都被柳如烟和叶汉宇毁了 我心里一酸 眼泪掉在碗里 陆欣颖什么都没说 只是递了几张纸巾给我 临走的时候 她给我留了电话 说我有事可以找她帮忙 我躲在柳家外面等 直到凌晨两点 宴会的人都散了 我才敢溜进柳家 我担心脚步声会吵到人 脱下鞋子 一瘸一拐上楼 你去哪了 在我准备打开卧室的门时 身后突然传来柳如烟冰冷的声音 我吓得立刻站直身体 看着她眯眼开口 柳少爷 您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柳如烟皱眉没向我走进一步 我吓得冷汗直流 连连后退 摔倒在地上 露出了包扎过的脚 她看见我脚上的伤口 面色一变 向我走了过来 你的脚受伤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吵醒你的 我色索着身体 声音颤抖 你在说什么 你到底怎么了 柳如烟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丝担忧 她伸手想扶我起来 但我却像出电一样缩回了手 不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起来 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但脚上的疼痛让我无法动弹 这时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 叶汉宇从客房出来了 她看见柳如烟和我缠在一起 眼里闪过一丝冷意 我见状急忙从角落连滚带爬退出来 向她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 叶少 您也还没睡啊 我试图用轻松的语气 掩饰内心的恐慌 叶汉宇没有理我 只是冷冷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似乎被我的举动愣住了 一脸错愕 她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我 我忍着痛扶着墙壁起来 看着他们小心说道 我想回去休息了 可以吗 柳如烟看着我的脚伤还在犹豫 叶汉宇却上前挽着她的手臂 说道 伯达 刚才是不是又发病了 好看你陪我好不好 柳如烟不知道想到什么 眼神一冷 立刻带着叶汉宇回房间 临走前还警告我 有病就待在自己的房间 别出来吓人 我见他们离开 终于松了一口气 跑回房间缩在床上 晚上睡觉时 我又梦到了接链锁的经历 柳如烟命人拖着我进接链锁 那天也是晴天 我拼命拉着柳如烟的袖子 她 我没病 求你了 我不进医院 我不想进接链锁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可怕回忆 她无视我的哀求 看着我问 那你知道错了吗 我愣住 看向她身边一脸得意的叶汉宇 明明是她先撕碎了我的高考中考证 我只是正常反击给了她一耳光 凭什么要道歉的人是我 我下意识摇摇头 不知悔改 带走 给她好好治病 她一根根掰开我的手指 任由医生将我拖进病房里 然后她温柔抱着叶汉宇 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被关在小小的房间里 看着他们的背影逐渐消失 每个人都警告我 不要基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想说我没有基于柳如烟 当初是她自己主动接近我 说喜欢我 但我在界恋所经历了三个月的折磨 我懂了 原来我一早就只是她报复的工具 所以我不再喜欢她了 也不敢喜欢她了 因为柳如烟特意关照我 那些医生为了讨好她 便使劲折磨我 他们用沾了盐水的鞭子抽打我 用针刺我的手指电击 他们让我学狗叫 才愿意把食物给我 我饿了三天 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学狗叫 汪汪汪 他们扔过来一只吃剩的面包 我一把抢过 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他们对着我哈哈大笑 骂我连狗都不如 每次打完我 那些医生就会走过来问 你知道错了吗 我知道错了 我急忙点头 他们见我如此听话 满意离开 我从梦中惊醒 睡衣都被冷汗湿透了 那些医生的折磨 日夜回荡在我的梦里 从不离去 我坐在床上一直发抖 抱着膝盖哭 不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赤脚走到窗边 朝下看了看 踩两层高 是摔不死人的 但是我就像被掩住了 忍不住抬腿爬上去 手机突然响了 我被惊醒 发现自己已经将腿伸到了窗外 只要轻轻一跃 就能跳下 铃声还在持续 我没有朋友 会有谁给我打电话呢 我的心忍不住动了一下 燃起微弱的希望 我从窗户爬下 跑回床边 拿起手机一看 是陆星仪 我急忙接通 紧张地等她的话 我 她还没睡吗 她的声音很温暖 仿佛一股暖流缓缓流入我冰冷的心房 我摇了摇头 想起她看不到 便轻声说 没事 就是今天有点失眠 没睡吗 要不我陪你聊天吧 陆星仪提议道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好啊 谢谢你 我们聊得很投机 从兴趣爱好到生活琐事 无话不谈 我从来没有被人如此关心过 心里激动的脸都红了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终于忍不住问她 你为什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 她顿了一下 似乎在思考如何回答 其实 我刚才做了的梦 梦见一个小姑娘在哭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就想着给她打个电话 看看能不能让她好受一些 没想到会是你 我眼睛一红 眼泪忍不住落下 我一直渴望地关心 竟然在一个陌生人身上得到了满足 而我唯一的亲人 母亲 却因为我打破了她豪门太太的形象 而恨我入骨 想到这些 我心里一阵酸楚 我告诉陆星仪我的故事 从小被母亲遗弃 被锁在家里击一顿饱一顿 后来被送进戒恋所遭受非人待遇 陆星一听后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轻轻地说 每个人都会遭遇苦难 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续会坚强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走出阴影 活出自己的价值 她还告诉我 她会在Q大等我 希望我能好好活着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听到这些话 我仿佛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 心里充满了希望 我知道柳如烟快开学了 所以只要熬过这几天 就可以不用见到她 于是我最近都躲在房间里不出门 害怕柳如烟为难我 但我不出门吃饭的话 柳家庸人是不会特意给我送饭的 所以我每次只能三更半夜 溜到厨房吃点剩饭 我不敢开灯 借着手机的光蹲在厨房 吃着一碗冷掉的白饭 虽然食物已经失去了温度 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美味了 有东西可以果付我已经很开心了 至少不用像在接链所一样学狗叫 才能吃到别人吃剩的食物 我边吃边回想昨天陆欣一跟我说的话 不知道她寄给我的复习资料什么时候能到 我要做到父亲对我的嘱咐 考上大学 离开柳家好好活着 父亲知道母亲不会真心对我 才嘱咐我成年后 就带着她留给我的积蓄离开 但父亲没有想到母亲会对我这么狠 母亲在别人面前 对我永远是一副慈母形象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她才露出真面目 将在别人那里受到的气往我身上撒 不过没关系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一切都会过去的 厨房的灯突然亮了 我眼睛被刺激出泪水 抬头望去 柳如烟穿着睡衣站在厨房门口 眼神复杂地盯着我手中的白饭 你半夜来厨房就为了吃这个 我以为又惹起她的不快 连忙将饭藏在身后 站起来紧张地看着她 对 对不起 我太饿了 我不敢了 柳如烟朝我走了过来 将手抬了起来 我吓得紧紧闭上眼睛 以为她要打我 但她只是拿走我嘴角的饭里 问我 既然饿 为什么白天都不出来吃饭 我垂着头 眼睛盯着脚尖 小声回应 怕 怕你看见我不开心 我低着头没有看到 她眼里的纠结和一闪过的心痛 她从我的面前走开 从柜子里取出一个保温盒 打开放在我旁边 这是今天带给汉宇的 她没有吃 你吃了吧 别浪费食物 我眼睛盯着香味扑鼻的饭菜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柳如烟走到厨房口 突然停下 跟我说 明天我要提前去学校 你在家安分点 我心里漫上欣喜 连连点头 她看出我的喜悦 脸色一沉 离开了 等她走后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饭菜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第二天我果然没有见到柳如烟 而家里的佣人也很奇怪 以前他们总对我冷嘲热讽 但这次我一到客厅 他们居然端上已经准备好的食物 还很客气地让我三餐准时下来吃 柳如烟走后 我在家里过上了难得轻松的日子 陆星一给我寄的资料特别有用 一有空她就会给我打电话 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以前成绩本就很好 再加上陆星一时不时给我辅导 我感觉自己考上Q大没有问题 但是 一想到明天柳伯父和母亲就要回来 这种轻松的日子又要结束了 柳伯父回来的时候 给我带了一条昂贵的手表 陪她吃饭时 我知道是因为柳如烟 才让我错过了高考 她向我承诺 一定会将我送到最好的复读班级 让我不用担心 母亲在一边显得很贴心温婉 她笑着说 你也别怪念晚了 博达发病 幸亏被她好心送到医院 否则还不知是什么后果 至少不用像在接恋所一样学狗叫 才能吃到别人吃剩的食物 我边吃边回想 昨天陆星一跟我说的话 不知道她寄给我的父亲资料 什么时候能到 我要做到父亲对我的嘱咐 考上大学 离开柳家好好活着 父亲知道母亲不会真心对我 母亲在别人面前 对我永远是一副慈母形象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她才露出真面目 将在别人那里受到的气往我身上撒 不过没关系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一切都会过去的 厨房的灯突然亮了 我眼睛被刺激出泪水 抬头望去 柳如烟穿着睡衣站在厨房门口 眼神复杂地盯着我手中的白饭 你半夜来厨房就为了吃这个 我以为又惹起她的不快 连忙将饭藏在身后 站起来紧张地看着她 对 对不起 我太饿了 我不敢了 柳如烟朝我走了过来 将手抬了起来 我吓得紧紧闭上眼睛 以为她要打我 但她只是拿走我嘴角的饭力 问我 既然饿 为什么白天都不出来吃饭 我垂着头 眼睛盯着脚尖 小声回应 怕 怕你看见我不开心 我低着头没有看到她眼里的纠结 和一闪过的心痛 她从我的面前走开 从柜子里取出一个保温盒 打开放在我旁边 这是今天带给汉宇的 她没有吃 你吃了吧 别浪费食物 我眼睛盯着香味扑鼻的饭菜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柳如烟走到厨房口 突然停下 跟我说 明天我要提前去学校 你在家安分点 我心里慢上欣喜 连连点头 她看出我的喜悦 脸色一沉 离开了 等她走后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饭菜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第二天我果然没有见到柳如烟 而家里的佣人也很奇怪 以前他们总对我冷嘲热讽 但这次我一到客厅 他们居然端上已经准备好的食物 还很客气地让我三餐准时下来吃 柳如烟走后 我在家里过上了难得轻松的日子 陆星一给我寄的资料特别有用 一有空她就会给我打电话 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以前成绩本就很好 再加上陆星一时不时给我辅导 我感觉自己考上Q打没有问题 但是 一想到明天柳伯父和母亲就要回来 这种轻松的日子又要结束了 柳伯父回来的时候 给我戴了一条昂贵的手表 陪她吃饭时 我知道是因为柳如烟才让我错过了高考 她向我承诺 一定会将我送到最好的复读班级 让我不用担心 母亲在一边显得很贴心温婉 她笑着说 你也别怪念晚了 博达发病 幸亏被她好心送到医院 否则还不知是什么后果 柳伯父对母亲的说法很满意 她不希望自己女儿有什么坏名声传出去 两个大人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协议 只有我是被抛弃的牺牲品 我已经习惯了 每天熬夜学习 发誓一定要离开柳家 国庆放假的时候 柳如烟带叶汉宇回了柳家 但我会有意识地避开他们 所以我们很少见面 有一天晚上两点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饿 偷偷溜到厨房接杯开水 准备回去泡牛奶喝 奶粉是陆信一特意买来寄给我的 味道很好 我端着热水回房间的时候 发现柳如烟居然坐在我的书桌前 翻着陆信一寄给我的辅导资料 我吓了一跳 以为她又要找我什么麻烦 但我想起她已经很久没有为难我 应该只是好奇路过 我将水放在书桌上 小心翼翼地看向她 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柳如烟没有说话 只是一页一页翻着我的辅导资料 资料上面还有陆信一好看的自己 过了一回 柳如烟终于停了动作 她看向我的眼睛满是压抑的怒火 她抓起辅导资料 一用力 撕得粉碎 柳如烟还不解气 翻出每一本陆信一寄给我的资料 都撕了 她的暴怒让我害怕 但我看着陆信一寄给我的资料 心一疼 鼓起勇气上前 从她的手里抢过最后一本 你干什么 柳如烟怒不可遏 手一挥 桌上那杯热水一下倒在我的手背 疼得我一缩 柳如烟很快抓起我的手 一脸紧张 你没事吧 看见我脸上的晶莹 她一顿 重重甩开我的手 又恢复她一贯刻薄的模样 她站在我的面前 双手紧紧扣着我的肩膀 痛得我眼眶一红 你的资料是哪个狐狸精寄给你的 你可真行 勾打人挺有一套 就跟你那个小三妈一样能耐 她越来越激动 我不明白她的愤怒 但她的举动 让我脑海中那些久违的记忆浮现 我抖着唇 声音发颤 跟她哀求 对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别打我 我不敢了 柳如烟看着我眼里的惊惧和满脸的泪痕 她的怒火顿时熄灭了 眼里压抑着痛苦 没再说话 好久才松开我 大步离开 我不明白她的举动 可我也不会自作多情 以为她是在意我 我意识到 只要她还在我的生活中 我就永远活在过去的那些恐惧中 半夜我熟睡的时候 突然感觉脸上被什么东西紧紧捂住 让我无法呼吸 我拼命地挣扎 终于甩开 我打开灯光 看见摔在地上的叶汉宇 和她手里的枕头 她刚才 是想弄死我吗 叶汉宇站了起来 拍拍身上的灰尘 满脸不在乎 完全看不出刚才的疯狂 她在我的房间扫尸了一圈 最后拿起架子上角落的一个水晶球 这个水晶球 是柳如烟唯一送给我的礼物 放在角落已经长灰了 叶汉宇仔细看了一眼水晶球 然后松手 水晶球落在在地上碎开 我被吓了一条 看向她问道 你想干嘛 叶汉宇冷笑了一声 脸上露出了不屑 几脖 就凭你 还想跟我争 柳如烟怎么 接链锁的苦还没有吃够吗 被人当狗一样的滋味不好受吧 哈哈 那些恐怖的记忆浮现 我感觉身上的皮肤又痛了起来 我捂住耳朵 不想听 别说了 叶汉宇走过来 抓着我的手 不依不饶 说着各种我在戒链锁里的遭遇 你在医院受的那些苦 可都是柳如烟亲口吩咐的 就为了给我报仇 她越说越得意 我再也忍不住 推了她一把 她重重摔倒在地 脸正好砸到了刚才摔碎的水晶球上 流了很多血 我的眼睛 叶汉宇捂着满是鲜血的脸 大声惨叫起来 走廊突然响起重重的脚步 门被砰的一声推开 柳如烟看见房间里的情况 眼睛一缩 急忙跑过来扶起叶汉宇 临走时她一脸厌恶看着我 声音冰冷 汉宇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我要你付出十倍的代价 柳如烟带着叶汉宇离开后 我心里一阵惊慌 叶汉宇受了这样重的伤 柳如烟会怎么对待我 我将自己紧紧抱成一团 缩在床脚一夜无眠 惊惧之下 嘴唇被我咬得血肉模糊 手掌也被指甲划出道道血痕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柳如烟终于回来 她双眼发红瞪着我 就像一头发狂的野兽 她拽着我的手腕 我被她一扯 从床上摔到地下 膝盖在地上砸出重重的一声 地上那些还未打扫的水晶球碎片 深深扎进我的肉里 我疼得快要晕绝 完全起不了身 就这样被庸人拖了一小段路 地上被我划出的两条血痕 膝盖上碎片越扎越深 我晕了过去 我是被冷水浇醒的 强撑着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叶汉宇病房内的地上 叶汉宇左眼缠着纱布 站在我面前 她看见我醒来 一脸恨意 丢开手里的水盆 死死掐着我的脖子 混蛋 怎么掐的不是你 你给我去死 我被掐到窒息 是突然到来的柳如烟阻止了叶汉宇 我倒在地上急速喘气 柳如烟将叶汉宇扶到床上 叶汉宇歇斯底里 现在医院找不到合适的眼角膜工体 难道我一辈子做个瞎子吗 我要继伯达去死啊 柳如烟温柔哄到 像她这么恶毒的人 死也太便宜她了 我浑身湿淋淋的 止不住打战 只能靠着墙角蜷缩着身体试图取暖 膝盖的伤口被简单处理过 此刻被水一浸 越发的疼 我感觉头很晕 脸颊发烫 世界好像在旋转 柳如烟终于将叶汉宇哄睡 她走过来用高跟鞋踢了踢我 声音冰冷起来 还不起来 我不敢为逆她 我很想站起来 可全身没有力气 装模作样 柳如烟不耐烦 重重推了我一下 我整个人顺着力道倒在了地上 晕倒前 我仿佛看到柳如烟惊慌的脸 是错觉吧 毕竟她这么恨我 怎么可能会担心我 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护士在替我挂掉瓶 小声嘀咕 小小年纪身上这么多伤 家人知道了不得心疼死 可这个世界上 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我被柳如烟强制留在医院照顾叶汉宇 其实也算不上照顾 毕竟柳如烟为叶汉宇请了好几个专业的护工 准确地说 我留下来是为了当叶汉宇的气筒 她会在早饭的时候突然发脾气 将滚烫的粥撒在我的身上 会在深夜的时候突然拿冷水浇到我的身上 不准我换衣服 让我站在外面被风吹干 每次叶汉宇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柳如烟都在旁边冷眼看着 叶汉宇走后 柳如烟会走过来问我知道错了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是我只想认错 之后能结束这样的日子 于是我盲目点点头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放过我吧 柳如烟铁青着脸 掐着我的肩膀警告 别想着离开你 就在这里好好赎罪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叶汉宇突然扯着我的头发来到卫生间 她将我的头按在装满水的浴缸里 我最近实在太累了 根本没有力气挣脱 水从我的眼睛 鼻子 耳朵进去 火辣辣的痛 胸口窒息到胀痛 耳边只有叶汉宇癫狂的声音 要不是你 我怎么可能会想你 给我去死 我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 柳如烟冲进来将叶汉宇拉到一边 不停地安慰我 我倒在地上大口呼吸 柳如烟说 医生说暂时没有眼角磨弓体 但是 叶汉宇突然看向倒在地上的我 这里不就有个现场的吗 她的眼神扭曲诡异 让我不由地打个寒颤 柳如烟看向我 脸色有点难看 汉宇 她不合适你 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的 叶汉宇终于被柳如烟轰走 我不敢出去 蜷缩在洗手间角落对付了一夜 第二天 柳如烟突然说我症状加重 不适合照顾人 要派人送我回戒链锁 我一听戒链锁三个字 整个人止不住地哆嗦 不住哀求让柳如烟别送我回去 柳如烟不为所动 派人来拉我 我急忙将手紧紧扣在门框上 指甲绷得发疼 声泪俱下 柳如烟 是不是只要我把眼角磨给叶汉宇 你就能放过我 让我离开 柳如烟听了我的话 脸上却没有露出喜色 她的手紧握成拳头 盯着我的眼神复杂 我以为她会开心 自己明明这么恨眼前这个人 但看着她心如死灰的模样 她居然心里狠狠一抽 一种密密麻麻的痛意变不全身 她惊恐地发现自己居然害怕我离开她 柳如烟 是不是只要我把眼角磨给叶汉宇 你就能放过我 让我离开 我再次问道 柳如烟冷笑了一声 你坏事做镜 还想我放过你 你做梦 不想去接链锁 就待在这里唱 直到汉宇气消 虽然我没有被送回接链锁 不让我睡觉 不让我吃饭 不知道这样痛苦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 我很想露心雨 要是她能出现带我走就好了 傍晚的时候 母亲突然来了 她走到我的面前 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你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 自己造的孽自己承担 母亲刚做了指甲 又长又尖 重重按在我的眼皮上 很痛 身为你的母亲 我同意将你的眼角磨换给汉宇 母亲说道 我声音嘶哑 我可以换 但是手术后我要离开 可以 如果用一只眼睛就能远离他们 我觉得很划算 母亲说道 在母亲的安排下 我和叶汉宇很快就动了手术 麻醉退去后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左眼裹着厚厚的纱布 以后 我就不牵任何人了 我终于离开了 我找到一家便利店 借了手机 给陆欣一打电话 我现在只能依靠她了 希望她不要嫌弃我 陆欣一来得很快 她身上穿着草莓熊睡衣 脚上穿着拖鞋 一看到我的样子 就把我抱在怀里 摸着我的头 我答没事了 我在这 我缩在她的怀抱里 一颗惶恐不安的心 终于安定了下来 陆欣一联系好一家戒链所 让我好好修养身体 在戒链所 她听着医生说 我身上的伤势 居然落泪了 她走过来将我抱进怀里 几波答 以后我就是你的姐姐 会一辈子保护你 我问陆欣一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告诉我 是因为我的父亲 原来 陆欣一以前眼睛也受过伤 后来是接受了 父亲捐献的眼角膜 才恢复光明 也许我之前吃的苦 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幸福吧 后来 陆欣一积极为我联系各方 终于等到了眼角膜的捐献 让我恢复光明 而在我身体恢复后 在她的安排下 我开始复习备战 最终成功考上了Q打 再见柳如烟 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 那天 我和陆欣一在校园的小吃街吃饭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博答 这些日子你到底去哪里了 我找了你很久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她看起来瘦了很多 脸上满是憔悴 眼底下一片清黑 看起来很久没有睡好觉 她的手太用力 抓得我手腕生疼 旁边的陆欣一把将她推开 你就是那个伤害博答的坏女人吧 你把她害成那样 你还敢出现 你是谁 有什么资格代替她做决定 柳如烟想越过陆欣一接近我 可陆欣一哪里会惯着她 一耳光扇在她的脸上 两人旋即扭打在一起 这些日子 在陆欣一的悉心照顾下 我的身体恢复不少 所以在我看到陆欣一不敌时 上前一把推开柳如烟 冷声质问 你干嘛 柳如烟满脸的错愕和眼里的伤痛 我根本不在意 我扶起陆欣一 姐 你没事吧 陆欣一摇摇头 让我去远处等她 说这件事她会自己解决好 我点点头 走到远处看着两人 柳如烟一脸讨好走近我 她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 不用猜我也知道只有一种可能 那大底就是她发现了真相 知道了叶翰与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属性 也意识到自己错怪了我 可那又如何 我已经不在乎 我眼神平静无波 看她就像看陌生人一样 叶翰与不是已经好了吗 你为什么再来找我 我问道 柳如烟也愣住了 她可能无法想象 以前一心喜欢她的我会彻底放下她 她委屈地看向我 盯着我说 我们回家吧 我再也忍不住 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 她被我打得偏过头去 脸上很快浮起了一层红印 这么久以来 我在努力放下过去的一切 我以为自己做到了 可再次面临过去的人和事 那些一直以来承受的委屈 还是让我忍不住红了眼眶 你毁了我的高考 把我关在界链锁里 吩咐那些医生每天打我 你怎么敢让我跟你回去 她眼睛含着痛苦 极力解释 不是的 我没有吩咐医生打你 那些是叶翰宇做的 不是我 我原本是想报复你母亲 但是我后来是真的爱上你了 我只爱过你一个人 我对叶翰宇好 都是在作戏 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能喜欢你 因为你母亲是小三 所以我折磨你 过了一回 她突然往自己脸上 用力甩了好几巴掌 脸颊很快肿了起来 她眼含希望地看着我 伯达 你能原谅我吗 我没有说话 也没有摇头 只是静静凝视着她 很快 在我的平静眼神里 她的脸色逐渐灰白 声音痛苦 你不是最爱我了吗 怎么就不爱了 我看着她 一字一句说道 柳如烟 我喜欢了你三年 把一颗真心捧在你的面前 但你却将它摔碎 曾经那个爱你的纪伯达已经死了 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不想恨你 柳如烟脸色骤然发白 捂着心口后退了几步 但我没管她 说完后我就跟陆欣一离开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柳如烟 有一天我刷手机的时候 看到一则新闻 新闻的报道是 一个借戒恋所疗养的女人 私下虐待病人 正是我之前待过的那个戒恋所 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戒恋所相关的人被一个个挖出来 我在相关人里面竟然发现了叶汉宇 原来这个戒恋所 竟然是她的叔叔私底下开的 这件事十分恶劣 叶汉宇的整个家族都牵涉其中 而叶汉宇曾经做过的事情 也被挖了出来 她的学校也在官网宣布退了她的学籍 以前那些总是围在叶汉宇身边 讨好她的人 也一个个跳出来撇清自己的关系 落井下石 我翻过这条新闻 不再关注 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是个陌生的号码 短信的内容是 我给你报仇了 我知道这是柳如烟发来的短信 但我没有回复 只是将这条短信点了删除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这辈子都跟他们不要扯上联系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迎接属于我的新生活 犯外 柳如烟视角我出差的时候心里很不安 总感觉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离我而去 我急忙解决好自己的事情 买了最快的航班赶回江北 到医院的时候 叶汉宇很开心 扑上来抱住我 念碗 你看我的眼睛好啊 我盯着叶汉宇那双明亮 闪烁着欣喜的眼神 心里止不住的恐慌 我在病房内环顾了一下 并没有找到纪伯达的身影 纪伯达呢 汉宇 你的眼角魔捐献者是谁 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 那一刻我的声音里藏了一丝颤抖 叶汉宇听了我的话 脸上的笑意消失了 你为什么一回来就关心他 他自愿把眼角魔捐给我 手术之后他就不见了 我忍不住紧紧抱着叶汉宇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 叶汉宇推开我的手 一脸不在意 你这是在怪我吗 这都是他罪有应得 我心头涌上振振不安 离开了医院 顾不上身体的疲倦 我急忙开车回家 一个个房间找过去 始终没有找到纪伯达的身影 我大声呼喊纪伯达的名字 走廊安安静静 没有纪伯达的回答 仿佛纪伯达从来不曾在这个家里出现过 我浑身的力气像被抽去 整个人靠着墙滑下去 坐在地上 这么久以来 我只给纪伯达带来了伤害 从来不曾了解过他 此时 我根本不知道纪伯达还能去哪里 戒链锁 我脑海里猛然闪过这三个字 他现在只能去那里碰碰运气 我连忙开车到了戒链锁 却没有在戒链锁找到纪伯达 我突然有种感觉 好像自己真的失去纪伯达了 那种无边无际的恐慌迫使着我 想立刻拿到和纪伯达相关的东西 我冲到院长办公室 让院长交出纪伯达相关的监控录像 院长面露难色 犹犹豫豫的态度让我发现了一些端倪 我用自己的诠释 逼迫着院长终于拿到了录像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 录像里的一切 足以将我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录像里 那个天天被鞭子抽打 被电击 被逼着雪狗叫的男孩 真的是纪伯达吗 那个一脸金剧装 跟野狗抢食物的男孩 真的是从前那个骄傲的纪伯达吗 叶汉宇不是说这个戒链锁经验丰富 在这里 纪伯达的躁郁症可以得到缓解吗 因为相信叶汉宇 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什么 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错得多离谱 是我亲手将几伯达送进了地狱 折断了他的傲骨 难怪几伯达刚回家时状态那样奇怪 是因为他被打怕了吗 我红着眼 揪着一旁瑟瑟发抖的院长一顿痛打 院长在我的暴力之下 终于吐露出了真相 几伯达得到的那些额外关照 都是叶汉宇指使的 叶汉宇甚至将这些事栽赃在我头上 让几伯达彻底断绝对我的心 我忍不住一拳砸在墙上 手背立刻渗出鲜血 我后悔了 不该轻易听信叶汉宇的话 可是对几伯达的伤害已经造成了 这辈子也无法挽回了 我心里的怒火不断燃烧 赶到医院质问叶汉宇 叶汉宇却没放在眼里 满不在乎 念碗 你干嘛对我发火 以前你不也很讨厌几伯达吗 当时他打了我一拳 你为了我还把他关起来 为什么你现在替他说话 我再也忍不住 掐着叶汉宇的脖子 目自欲裂 要不是你骗我 我怎么会让他在戒恋所 受了三个月的痛苦 我的手上越发用力 就在叶汉宇以为 自己要被掐死的时候 我突然一把将他推开 叶汉宇跌坐在地上 死太便宜你了 纪伯达受过的苦 我要让你百倍千倍还回来 叶汉宇突然笑了 他对我说 柳如烟 你现在是良心发现吗 不过 你是最没有资格同情 纪伯达的人 纪伯达受的一切苦 不都是因为你吗 你的朋友为了讨好你 欺负辱骂他 你才是罪魁祸首 我脸色惨白 因为叶汉宇说的是对的 我后悔了 我不应该把对纪伯达母亲的恨 转移在纪伯达身上 明明纪伯达也是个受害者呀 直到此刻 我才发觉自己对纪伯达的感情 因为恨他母亲 我为了压抑自己的爱 才会这样残忍对待纪伯达 我将叶汉宇关进了那个接链所 嘱咐那些医生 将纪伯达曾经受过的伤害 原封不动在叶汉宇身上实施 为了找到纪伯达 我干脆休学 全国各地到处跑 但一年了 我始终没有寻找到纪伯达 我开始整夜失眠 只能靠酒精麻痹自己 而长时间的酗酒 已经透支了我的健康 医生说我已经得了胃癌 恐怕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 没有了纪伯达 我觉得生活也没有了希望 未来又怎样呢 我去了一趟Q大 因为我在纪伯达的房间 找到了一本日记 才知道原来纪伯达 一直梦想能上这所学校 是我和叶汉宇毁了他的梦 从Q大出来后 我浑浑噩噩走在路上 姐 今晚吃小龙虾好不好 旁边传了熟悉的嗓音 这嗓音是如此的熟悉 就像一道雷劈中了我 让我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我宛如生锈的人偶 机械地扭头看去 纪伯达挽着一个女孩的手 脸上笑得开怀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如果是梦 希望这美梦能持续地久一点 我奔了过去 跑到两人的身前 果然是纪伯达 他的双眼明亮有神 可纪伯达见到我时 脸上的笑顿时消失 那天我向他认错 希望可以得到他的原谅 可现实是那样的残酷 他终究还是没有原谅我 我好不容易找到纪伯达 我不想离开他 我依旧奢望着他还能再回头 于是我开始偷偷跟在他的身后 看着他和陆星仪有说有笑 他们之间是那样亲密 深深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在纪伯达的附近买了房子 但我并不敢出现在纪伯达面前 只敢远远地看着他 还能再次见到纪伯达 已经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了 一天 纪伯达从超市出来的时候 遇上了抢劫的绑匪 那绑匪将手里的枪对着纪伯达 千军一发之际 我扑了上去 挡在了纪伯达面前 子弹正中心脏 我倒在地上 胸口血液不断涌出 纪伯达十分焦急 抖着手打求救电话 我觉得身上的伤口很痛 但也很满足 因为很久没有看到纪伯达为我担忧了 我艰难握着纪伯达的手 顺着鲜血断断续续问道 伯达 我做了很多措施 你能原谅我吗 纪伯达沉默了很久 没有回答 我的眼睛渐渐失去光彩 握着纪伯达的手捶了下去 我终究还是没有等来救护车 也没有等到纪伯达的原谅 纪伯达和陆星一将我火化之后 把我好好安葬在一处风景很好的地方 从此 柳家的一切跟纪伯达再也没有了关系 他积极学习工作 还谈了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至于纪伯达的母亲 没几年就被我父亲新看上的 更年轻的女孩取代 赶出了门 下场凄惨